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又是讲另一个冬天的蔬菜 这个就叫做芥兰头 芥兰头其实我想不是很多香港人认识 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常规的冬作物 不过我翻阅过一些文片 其实在香港在二次大战之前 在三十年代 二三十年代的时候 已经有学者记录香港是有芥兰头这种冬作物 是有人种的 再翻查 芥兰头原来大概是在清朝的时候 已经传入了中国 在北方比较流行一点 但是南方一直没有承行过 反而在南方承行的时间 都是在香港这个地方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英国人统治过 外国人将一些欧洲的蔬菜带过来 其实芥兰头 如果你去查它的英文叫Kohlrabi K-O-H-L-R-A-B-I 你看看这个字 整个字 K-O-H-L-R-A-B-I Kohlrabi 看起来都不像英文 对不对 其实是德文 K-O-H-L 其实在德文是解作金蓝类 即是椰菜那类的东西都叫K-O-H-L-A-B-I 而R-A-B-I就是毛青 即是有头的东西就叫R-A-B-I 即是说它是金蓝的菜头 金蓝的菜头 如果是直液的话 所以芥兰头其实也液得挺好的 因为为什么呢 在香港 香港农夫看到它的叶子 好像芥兰的叶子 所以就有一些纳质在这里 所以就会觉得它是芥兰的亲属 其实它不是那么近芥兰 反而是椰菜 即是高麗菜的直系亲属 叫Kohlrabi 可以抛多一点点书包 K-O-H-L 这个字元也是来自很古老的拉丁文 譬如说以前一些金蓝类 十字花科的东西 都会用这个字元 即是K字头或是C字头 譬如椰菜花 Caul Caul 其实它的字元也是金蓝的意思 Caulie flower 你想想 即是金蓝的花 即是椰菜花 很直接的 譬如说现在很流行的鱼椰金蓝 Kale 它也是来自这个语言 所以如果看它们的名字 可以大概猜到它的历史 和它的来源是如何 回过来 我先讲一讲 Kohlrabi 在香港是如何种 芥兰头 其实如果我所知 在椰菜家族里面 譬如西兰花 椰菜花 芥兰头 椰菜 芥兰头 鱼椰金蓝 我觉得它是最容易种 而且最生长快速 譬如说 这个芥兰头 我称下去 差不多一斤 最少有一磅 500克到600克 我猜算 这是标准的尺寸 这个重量 多久可以种一成呢 如果种一个椰菜 我们可能要种 快的都要两个半月到三个月 但是种一个芥兰头 大概是两个月内 就可以得到这个菜头 所以生长速度很快 不过生长快 又不代表它种得好 种得漂亮不漂亮 就怎么看呢 都是秋天种 冬天收 但是漂亮不漂亮 就好看那个形状 譬如说 好像现在这个 扁扁的 就是圆得来扁扁的 这个一定是乱口 为什么呢 就因为 我之前也讲过 如果那些十字花科的农作物 它会老化的时候 会开花抽苔的 就在叶中间 会有一枝花柄 生出来 所以开花 那连带整个头 都会拉长了 就好像现在这样扁 就是说未拉长 一定是乱口的 那如果它 通常我的建议是 它不要多 过变成一个正常圆形 就是它都是扁扁的 一般都是OK的 那这个芥兰头 现在很乱 那我们通常就撕了皮 它就可以直接生食了 那我一个德国朋友 一见到十几年前 他来我的农场 就是成为一个好朋友 都跟这个有关系 就是他在那田中 一见到他乡下的农作物 他很开心 那他就立刻问我买 那以后说不要买了 我请你吃 那他就教了我做几个 就是咖啡的菜 那所谓 就是做什么菜 都是沙律 都是生吃的 那他最经常就是 就是将这些芥兰头 在乐园霜冻的时候 才收成 那他就会特别甜一点 然后就撕出皮 其实都是你一刀 切开一点 就可以撕出来 那当然你也是批 批了皮之后 然后里面白色的肉 就有一些苹果的质地 那吃下去都甜甜的 好像苹果那样 所以他多数生吃 那我就会建议大家 可能用切丝 或者切片 去做沙律 那也是炒的 如果你炒的话 那质感就像芥兰 不过他厚很多 不过就不要煮太腋 煮太腋了 那另外 这里有一个 紫色的芥兰头 Kurabi 其实每个食法一样 不过一般来说 紫色不会种到那么大 还有紫色的品种 它特别容易会变老 好像这个已经 有少少高出来了 一定要收 那另外 看到有些列纹 其实也不用怕 就是说 它已经成长到定 如果再不收 它爆了几个列纹 可能会太老 一个半个就不怕 那另外 有些人 会把这些芥兰头的叶 把它撕掉 其实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叶在 其实它的食用 效果质素 其实和你们吃的 鱼衣甘蓝 是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你种这个 芥兰头 你可以一鸡两吃 上面就当鱼衣甘蓝 去打汁 或者去炒来吃 或者放汤 或者叶积都可以 而下面 就可以当沙律 或者炒来吃 希望大家可以 试一下 找一下本地的芥兰头 令到你的餐厂 更豐富 不要只吃一些本地蔬菜